2009年9月6日中午11点30分左右 北京市海淀区明光桥东侧的一家饭店突发火灾 双鱼树消防中队的官兵迅速赶到了现场 把这个手套给我戴好了 不要需要下几万里进入 不要下几万里进入 据了解 起火点位于饭店厨房 紧邻后厨的是几十间老旧平房 火势一旦蔓延 周围的住户都会受到损失 消防队员进入现场后看到 在不足两米的过道上 有四五个煤气罐 里面的气体正在泄露 喷火的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 此时周边的杂木及屋顶的电线 已经被大火引燃 我们这边放在这儿早期了 消防队员和民警立即将周边居民 疏散到安全地带 并且切断了电源 与此同时 西之门消防中队也赶到现场 从不同方向阻止火势蔓延 另一组消防队员 对喷火的煤气罐进行赴救 十分钟后 明火被扑灭 但煤气罐仍在泄露 消防队员将煤气罐转移到空旷的地方 一边用水箱降温 一边用肥皂堵漏 据饭店员工介绍 事发前 一名换气工人 正在经历煤气罐里的残渣 这时恰好有人从旁边经过 很可能是路人抽烟 引燃了残余的煤气 由于事发突然 工作人员来不及躲闪 衣服都被烧着了 幸亏扑救及时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消防部门正在调查 火灾具体原因 也要